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最后就是说你要转变这个这些不利因素 唯一的办法就是说把比赛打好 不得不说姚明的境界和格局比王世鹏高多了 这也是他能够在NBA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